第零107章 怀疑 山林中安静下来 苍狼周围在无人窥视 全都被吓跑了 无论是那批西方人 还是各大势力的人马 都逃光了 跟刚才的紧张厮杀气氛相比 一时间太安宁了 杜怀锦与欧阳青费了很大力气 才将两颗雪白的狼牙 从山壁中挖出来 他们心惊肉跳 这苍狼的一对獠牙 看着就可怕 苍狼临死前最后一击 将这对獠牙射出 击穿巨石 撞进山壁 手臂还粗 十分沉重 这还是因为 苍狼最后涅槃失败 他们也只是才成形而已 并没有长到最大程度 不然的话更粗大 我怎么感觉 这当中蕴含着 某种神秘能量 欧阳青怀疑 楚风接过去 点头道 生机勃勃 他猜测 这跟苍狼涅槃有关 蕴含着 某种浓郁的生命契机 这对獠牙 可以打磨成坚硬的武器 还能制成坠石 他决定给父母 打磨一些串珠 佩戴在身上 肯定有好处 这是兽王 身上的任何一件东西 都具有研究价值 别说那些财阀 就是各国都很眼红 想要得到它 叶青柔与陈洛言回来了 战果颇风 一路追击 几乎灭掉那些残部 剩下的交给军队处理了 总要留些活口审讯 这一次战果惊人 苍狼王被楚风斩杀 想不引发轰动都不行 已经可以料想 外面必然已经引发巨大波澜 几人盯着楚风 像是看怪物一般 刚才的战斗画面仿佛还在眼前 让他们震撼莫名 行了 什么都别说 先干几碗兽王险 楚风说道 这种话 直接让几人都掩孕 楚风哈哈大笑 让几人去找水壶 接苍狼王的血 等军队带着专人赶来时 正好看到几人在碰杯 竟要痛饮王险 一个老者吓得魂 都要飞出来了 慌忙大叫道 喝不得呀 不经处理的话 对身体有害无益 他是国内某个 超一流实验室的负责人 带着一批人快速跑来 气喘吁吁 脸色发白 这个头发花白的老者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就没有见过这么心大的人 直接要喝受网血 这也太彪悍了 现在受网血稀有 国内几个超一流实验室 竞争激烈 都想研究出成果 任何一滴血在他们看来 都是无价的 这几人倒好 直接要用那么大的水壶饮 实在是要吓死人 真不能喝 欧阳清胡怡 放下水壶 事实上 他们几个也没有真的想直接饮下去 也怕出问题 当才不过是故意试探而已 受网血的确可以让人进化 但是却需要提取有效物质 并配上其他一些药物 不然的话 效果不大 老者耐心解释 他不敢怠慢 这几人是大功臣 而且上面早已发话 受网血中的有效成分提炼出来 后要第一时间给这几人用 楚风坐在远处 重新穿上防合服 并戴上头盔 这是叶清柔帮他找来的 楚风也不想被人围观 事实上 一群人都在向他那里偷描 太好奇了 那个人独自斩杀苍狼 这种战绩 简直要吓死人 军队的艺人都很激动 如果不是要严守纪律 早跑过去了 迫切想跟他说上几句话 对他无比敬服 就是那些科研人员 也都十分热切 尤其是那个超一流实验室的老者 直接奔着楚风 就去了 眼神火热的吓人 老头 你别过来 什么都别过 楚风警告他 因为他看到那种炽热的目光 直接就猜测到了什么 一群人都无语 也猜到老者 想干什么 果然 老者在那里结巴了 他心中的确火热 希望楚风能提供自身的血液 让他带走去化验 可是 他没法抢球 想都不要想 楚风再次警告那老头 一群人都忍不住笑了 老者善善地 张口结舌 要知道 平日可没人敢服逆他 有求必应 但现在 那人既然这么说了 他也没辙 一大群科研人员 围绕着苍狼 迅速处理 带来了专业设备 收集正在流淌的血液 要保住活性 而后 他们赶忙运装 不敢有任何的耽搁 老先生 好好研究 早点提炼出精华物质 我还等着服尸网血进化呢 欧阳青 阴切叮嘱 等一下 楚风开口 看他们运装狼尸 他想留下一条狼腿 科研人员不解 带着疑惑看向他 当了解到 他想在这烤一条狼腿吃时 全都吓得脸都绿了 一起挡在那里 不让他靠近 并连呼抱舔天物 最后 还是那个老者有办法 告诉楚风 狼王被核武攻击后 通体都污染得厉害 吃他的肉 跟吃皮霜差不多 楚风看向自己的同伴 结果千里眼 顺风耳 叶青柔 陈洛言拼命摇头 死也不肯吃 那算了吧 最后 他将两颗狼牙扛走 实验室的人心疼得要死 恨不得要哭给他看 结果还是没能拦住 眼睁睁地看着他 带走两颗硕大的獠牙 这些人太幽怨了 很长时间都在那里 注视他离去的背影 当日 楚风秘密乘坐一架飞机 前往北方的顺天 而叶青柔 陈洛言等暂时留下 跟军队的人接洽 告知战斗经过与详情 外界 沸腾 苍狼被斩杀 影响巨大 事后 无数人观看转播 都震撼莫名 那是一个人类 独自一人跟寿王决战 最后展露他的头颅 可以说 这相当地鼓舞人心 他是谁 这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答案 奈何当时那个人戴着头盔 看不真切 而头盔被苍狼打碎后 那里又吐石翻滚 烟尘滔天 很难看清他的真容 江洛神一遍又一遍地观看转播 盯着屏幕 反复看战斗画面 同样 江宁城内 林诺依也看了数遍 很快 消息传到国外 各国都眼红了 那可是一头兽王啊 具有不可估量的科研价值 他们恨不得抢走 当日 军部有人出面 跟欧洲那边联系 将楚风杀死的那几个头领的照片传了过去 索要悬赏 因为 这是欧洲通缉多年的罪犯 那边的人接到消息后 一阵无语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们得到受亡了 还在乎这么点悬赏吗 飞机上 楚风身体劈啪作响 他在动用大雷音呼吸法 调理自身机体 效果明显 他的身体在跟着共鸣 脏腹晶莹 骨头颤动 像是在被雷霆敲击 千锤百炼 排出微不可见的杂志 双手的虎口周围 有淤血溢出 而后伤口流动光泽 迅速愈合 两种呼吸法 他每天都要运转 不久后 他的通讯器响了 黄牛主动联系他 跟他视频 猫 黄牛眼神怪怪的 盯着他 显然他也看到了 那段战斗画面 同时 大黑牛也凑到屏幕前 盯着楚风 道 小子 可以啊 居然把那条土狗 给干掉了 马马虎虎 有了我年轻时的 一丝风采 黑老大 你年轻时 是几百年前 还是上千年前啊 楚风借机询问 他的真实年岁 妈的 小兔崽子你等着 我回顺天后 非灭了你不可 屡教不改 本座牛魔王 不是黑老大 也不是大老黑 大黑牛恼火 楚风干笑 那种称呼太顺流了 每次都不由自主 就喊出去了 他解释道 牛魔王老大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知道 你是什么年代的前辈 你不知道 年岁对我背来说 意味着什么吗 那是秘密 大黑牛不告诉他 同时他黑黑笑道 告诉你一则好消息 楚风文言 顿时来了精神 让他快说 我听到一些小道消息 有兽王放话 会宰了你 楚风的脸色 当即就垮了 道 买头老王八蛋 惦记上我了 他的确心惊 预感不妙 吓一下你而已 免得你飘飘然 不过你真的当心 出头的船子鲜烂 自己留意吧 大黑牛告诫 楚风郑重点头 你们在昆仑山怎么样 我也想杀过去了 你过来吧 这边肯定有兽王 盼着你来呢 大黑牛不怀好意 楚风 快来啊 昆仑山跟以前完全不同了 远远看着 疑似希望母殿若隐若现 可是攻不上去 周全叫道 他特别希望 有个人跟他去作伴 平日见到的都是妖怪 太怀念人类社会了 他们谈了很长时间 直至楚风的通讯器 耗尽电量 第二日 天还没有亮楚风 就回到了顺天 一路顺利到家 他没有休息 迎着招霞进行特别的呼吸法 战斗时 他可以不断动用这种法 但真正促进体质进化时 每日却只有早晚两个短暂的时间段有效 浓郁的金色招霞将他包裹 蓬勃生命 契机弥漫 等他停下来时 双手虎口上的伤已经痊愈 疤痕都没有留下 这非常惊人 楚风进一步意识到 这种呼吸法太过超烦 终于 王静与楚志愿发现 他回来了 将他躲在房间中 臭小子 你躲在外面不敢回来 是不是真的怎么着人家小姑娘了 王静揪住他耳朵 现在的楚风跟战斗时完全不一样了 呲牙咧嘴 在他妈面前什么脾气都没有 被残酷镇压在那里 妈 绝对没有你骗你 那姑娘眼光太高 看不上我 楚风辩解 让他松手 胡说 他姑姑告诉我 昨天晚上那姑娘还和你联系呢 结果你不理 我觉得吧 这事还有戏呢 王静说道 怎么可能 哦 想起来了 我的通讯器 昨天白天时就没电了 楚风皱眉 清晨 夏千语正在跟江洛神通话 带着怨念 洛神 那色狼肯定把我拉到黑名单了 昨天晚上 还有今天早上都联系不上 真是气死我了 他居然先主动拉黑我 对了 你找他到底 有什么事 我想再帮你看一看 把把关 看你们适不适合 再继续相亲下去 将洛神答道 找打吧 还要跟那色狼友来往 夏千语尖叫 而后他露出古怪的神色 道 洛神 该不会是你自己吧 想什么呢 再联系试试看 楚风家中 当王静去做早餐时 只剩下父子二人后 楚志远的神色立刻严肃了 道 杀掉苍狼的人是不是你 战斗画面中 那个人虽然穿着防盒服 戴着头盔 但经过反复观看后 他怀疑那是自己的儿子 王静没有向那方面联想 一直以为楚风在遇虚宫 昨天 楚志远没敢 将怀疑告诉他 怕他担心 是我 楚风点头 没有想到他父亲这么敏锐 事后 他也观看了那些战斗画面 觉得即便是熟人也认不出 防盒符略显臃肿 而头盔遮挡着面部 虽然最后头盔破碎了 但是 苍狼动用了近乎神通般的本领 导致那里土石澎湃 沙尘弥漫 一片模糊 太冒险了 楚志远说道 他无比担心 不过看到楚风安然归来 他也很震惊 自己的儿子竟然这么强 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我不会去 楚风尽量放松 而后笑着说道 我给你们带回来了好东西 他从床底下 取出两颗硕大的狼牙 道 回头去打磨 做成猪串 坠势等 你和我妈都戴上 保准养生 他确信 这两颗狼牙上 有浓郁的生殖契机 楚志远看两颗狼牙 这么的粗大 相当的震撼 可以想象 那头兽王多么的恐怖 现在外界沸腾了 肯定有很多人 都在猜测 杀兽王者的身份 我能认出 估计也会有其他人怀疑 楚志远说道 您是我爸 知道我的底细 自然可以猜出 但他们没那眼光 楚风笑嘻嘻 你打开通讯器 看一看 都谁在找你 楚风点头 充电后开启通讯器 顿时有点眼韵 未接来电太多了 随便看了一眼 他就有些头大 林诺依 夏千语 D0108张 新霸主 楚风实在有些头疼 居然有这么多未接来电 怎么样 楚志远看向他 楚风皱眉 道 被您猜对了 好多人找我 别担心 不可能那么多人都猜到 楚志远说道 因为就是 他也是看了好几遍转播 才怀疑到自己儿子身上 楚风点头 在楚志远离开他的房间后 他拨通林诺依的通讯器 你在哪里 林诺依问道 即便气质略冷 但声音却始终很动听 带着雌性 顺天 楚风笑道 并告诉他 昨天通讯器没电了 所以失联 很快 林诺依发出视频请求 楚风自然果断同意 屏幕上出现林诺依的身影 一双美目深邃 俏脸白皙晶莹 容貌挑不出一点瑕疵 称得上美丽脱俗 真是赏心悦目 楚风在笑 带着欣赏之色 林诺依移动脚步 来到窗边 一瞬间 楚风觉得更惊艳了 朝霞从窗外洒落进来 不仅让林诺依的面孔上 有了一层光彩 就是发丝都有一层金色光韵 整个人都神圣了 此时 不要说是楚风 任何人看到 都会觉得他美到极致 喂 我的双眼又被你晃到了 你的房间 林诺依问道 是 我这里没什么隐私 随便看 保证没有金屋藏胶 楚风嘴里这么说 却是在拼命向林诺依那边张望 林诺依问道 你在看什么 当然你试的闺房 还没进去过呢 楚风相当自然地说道 林诺依无言 但是 他并没有被震住 反而落落大方 用通讯器拍了一遍 让他看得仔细 房间非常大 干净而整洁 同时也很温馨 咦 为什么 楚风胡疑 你是想说 我气质偏冷 为什么房间色调偏暖吗 林诺依微笑 如娇艳的花朵 在冰雪中绽放 无比灿烂 楚风自然不会错过 欣赏这种美丽的机会 但嘴里却说着不一样的话 倒 不是色调的问题 而是 为什么你的房间 收拾得那么整洁 不是说所谓的闺房 床上床下 都会有各种长袜 内衣 还有 林诺依瞪他 这家伙 压根就没变过 好好 好 我不说了 真是遗憾 什么都没看到 让我看一看你的手 忽然 林诺依开口 楚风文言 将通讯器放在书桌上 伸出双手给他看 手指白皙而长 他相当自恋 道 不错吧 林诺依目光一宁 仔细盯着 是你吗 他像是在轻声自语 必须啊 肯定是我 楚风答道 诺依 就在这时 林诺依的房间外 转来敲门声 有人找他 我妈找我 林诺依小声说道 咱妈什么样子 让我看一看呗 楚风嬉皮笑脸 多偶 那一边 林诺依结束通话 楚风上网 随便一翻 就看到一则军方的正规报道 告诉人们 斩杀苍狼王的强者 并未被人偷袭杀死 好好地活着 只是跟苍狼大战时 双手受创不清 虎口等处军裂了 这样啊 楚风揉了揉太阳穴 吃饭 王静喊他吃早饭 来嘞 吃完早饭 楚风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决定先看一看各种新闻报道 了解一下此战的风波与影响 然后再去回复那些人 正如他所预料的那般 现在外界沸腾 到处都是热一声 无数人在猜测 到底是谁杀了苍狼王 这件事影响太大了 那是一个世外高人 隐秀的强者 你们看到他的拳法了吗 太老道了 据很多老拳师说 这个人最起码练拳90年以上了 别扯了 练拳90年 他得多大年岁 已是百岁老人吗 那个年龄段走路都不理所了 还怎么去博煞 限时点吧 我觉得 那个人充满朝气 身体矫健 绝对是一个年轻人 胡说 浮世异果可以让人寿源增加 正是因为如此 炼拳百年以上的老宗师出世了 才能有如此无比的实力 越说越扯 刚才还说炼拳90年呢 怎么现在变成100年了 网上这些热门讨论 让楚风看得津津有味 这还只是某一热门话题而已 还有更多 各种报道铺天盖地 参与热议的人实在太多 许多观点都很新奇 这个人练的是行义拳 你们看到了吗 他几倍绷紧如一条大龙 而气势若虎 唯有行义拳囊括这些 不懂拳法就不要乱说 那分明是八级拳好不好 胡说 那是柔和了八卦掌 太极拳的高深变种散手 你们都是外行 这又是一则热门讨论 楚风看了各种报道 扫过所有热门评论 大致明白了这次的影响 可以说 举世瞩目 不仅国内 就是国外都在猜测 杀苍狼王的人到底什么身份 究竟是谁 终于 军中有人站出 明确告知各方 出手的是一个年轻人 精通鼓舞 这算是唯一比较权威的发言 最起码比其他猜测要靠谱多了 顿时引发巨大轰动 一个年轻人 瞬间让很多人备受激励 原来并不需要练拳数十年 就能有这种成就 人们预料到 鼓舞要大兴 哪里可以学鼓舞 斩杀苍狼王的那个人 是我的目标 从今天开始我也要精练鼓舞 报道一出 无数人都激动了 发誓要去学鼓舞 而这个时候 鼠山剑宫 松山大灵寺 适时有声音传出 依旧在广招门徒 声称会有神秘古法传下 大灵寺 鼠山剑宫 的确是很好的选择 传说这两地在古代时 都是武学圣地 值得投奔 虽然是异类 但是他们并未伤人 尤其是鼠山剑宫的白鹤 还曾相助过我们人类 这绝对算是意外 鼓舞即将大兴 大灵寺与鼠山建功 也因此而更加备受人瞩目 楚风将各种报道 都看过一遍后 太阳都升起很高了 突然间 一则新闻出现 震惊所有人 空铜山大战落幕 一位新霸主崛起 这么醒目的标题 这么张扬的消息 想不引人关注都不行 事实上 它的确是一则重大新闻 成功从关于 沙苍狼王的 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冲出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继松山 鼠山后 又一座名山有了主人 被占据 诞生出新的霸主 击败各方人马 所有人都心头剧震 迫不及待地去翻看 想知道究竟是谁 是哪一股势力成功崛起 让人遗憾 依旧不是人族 不少人叹息 就是斩杀沙苍狼王的喜悦与激动 都被冲散了不少 空铜山 这是天下名山之一 颇有来头 自古至今都笼罩着神话迷雾 据传 这里曾居住着古仙 皇帝都曾来此地问道 此外 传说这里还是福西的故里 是人文发源地之一 空铜山 在天下名山中 绝对能有一席之地 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 可现在它被占据了 依旧是异类 啊 很快 许多人纷纷惊呼 而后神色怪异 因为这位霸主有点另类 让人觉得有些无言 这是一头山龟 无论是跟大林寺会诵经的老原相比 还是跟蜀山仙气弥漫的白鹤相较 都显得略微缺少抵御 人们从未想到过 一头山龟也能成为霸主 击败各路强敌 别看不起 这头山龟可不一般 仔细看一看 这则最新报道吧 不仅仙情研究院 通古联盟等人族大势力败了 就是那些兽王猛攻 也都奈何不了他 全都鲨鱼而归 果然 这则报道很详细 在最下方有配图 这头山龟跟其他兽王相比 体型相对来说真的不大 也就一米多长 通体呈黄铜色 你们仔细看了吗 龟甲上的那些条纹 像极了八卦啊 人们观看后 无不到吸冷气 何止是像 简直是一模一样 背负八卦图 这头山龟当真了不得 事已至此 各大财阀无法隐瞒 各自道出一些真相 证实空铜山霸主的实力 非常恐怖 在最近这些天 围绕这座名山 曾发生激烈厮杀 很多场大战 都是兽王在冲锋 但是根本就奈何不了山龟 他刀枪不入 热武难伤 兽王可以撕裂山峰的力量 在他的龟甲上 留不下任何一道痕迹 防御力害人 尤其是到了后来 山龟开始反击 通体闪烁黄铜光 而且具备急速 不再慢吞吞 他横冲直撞 将几头兽王都轰击地吐血 至于人类高手 更是无法破防 打不动他 最后各方无奈退走 几头最凶狂的兽王都没辙 先后负伤 承认了他的霸主地位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有些看不懂了 有茂蝶老人常叹 在那里神神叨叨 自语个不停 这头山龟 最起码活了千年以上吧 有人猜测 必然啊 积淀千年 在天地一变后崛起 很快 关于空铜山有了最新报道 并有非常清晰的视讯传到网上 山龟直立着身子 如同人一般站立着 并背负一对前肢 他的四肢较长 完全可以做到 不细看的话 就像是一个老人背负双手 高一米五左右 站在空铜山上 背着一口黄铜锅 带着岁月气息 自今日起 空铜派成立 山龟口吐人言 声音十分苍老 宣布了这一则惊人的消息 即大零四 蜀山建功后 空铜派一出世 山龟话语不多 但是却蕴含着惊人的消息 他坦言 掌握有空铜古法 可以传给有缘者 人类 异类 任何生物 都可以败入空铜山 真是了不得 楚风自语 就在这时 他的通讯器响了 有人联系他 第零109章 七大门派下千语 楚风露出亚色 这姑娘 怎么突然积极找他了 要跟他继续来往 楚风可没那么自恋 上次可是把那姑娘气得不轻 张牙舞爪 都要跟他拼命了 这姑娘大眼清澈 留着学生头 有种很纯净的美 不像是心思复杂之辈 不可能猜到他的身份才对 江洛山 楚风估摸着 多半是菩提基因这位大小姐窜多的 这可是 一位厉害人物 非常精密 铃声响了很多遍 他才接听 直接就听到了那边的声音 气死我了 这次王居然不理我 前前后后 我都联系他四次了 当说到这里时 他显然意识到了什么 赶紧闭嘴 因为这一次 打通了 诶 是霸王餐的妹子 你在磨叽什么呢 楚风开口 夏千语一听霸王餐三个字 就想打人 脸上火烧火燎 上一次实在太难看了 姓楚的 你别欺负人 我怎么欺负你了 说清楚啊 别又让你姑姑误会 对了 你先看一看 你姑姑是不是又偷听了 免得回头又跟我妈告状 啊 姑姑你怎么真在门外啊 夏千语吓了一大跳 赶紧将她姑姑推回房间 楚风 你今天有空吗 能不能出来一趟 夏千语小声道 显然怕被她姑姑听到 楚风不想出去 随口打哈哈 道 今天不行啊 身体不舒服 主动约他居然被拒绝了 夏千语又尴尬又休闹 如果不是江洛神 非要他将人约出来 他死也不会跟这四郎联系 他咬牙 忍了诱人 决定再努力一把 把他骗出来 因为 夏千语仔细想过 江洛神不会那么花痴才对 应该是 要收拾他 我想了想 上一次是我和洛神不对 不该对你有偏见 他努力克制 昧着良心说话 自己都觉得快忍不住了 楚风听他这么说 在这边偷着乐 知道他不是真心的 只是想将他框出去 所以听闻道歉后 直接笑道 我接受你的道歉 就这样吧 我先挂了 身体不舒服 要去休息 嘟嘟 夏千语的耳畔传来盲音 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通红 实在被气坏了 最后 他抓狂了 跟江洛神通话 江洛神 为了帮你约人 我都要被气死了 白白给人道歉 结果人家坦然接受后 就直接挂了通讯器 为了你我好丢人啊 你是说他身体不舒服 嗯 有门道 再接再厉 一定要将他约出来 江洛神声音异样 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吧 我死也不跟他通话了 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没羞没造过 你喜欢他自己去吧 夏千语挂断 再也不想去跟那人联系了 感觉太丢人 喂 喂 喂 臭丫头 你乱说什么吗 江洛神纠结 真要自己亲自出马 可是 他很想验证心中的猜想 楚风这边通讯器又响了 这一次不是什么美女 是玉须工的老头子路通 我才回来你 就抓壮丁 还没有休息呢 楚风不情不愿 但随后他 还是走出家属区 静止向着远处那片大院而去 那里的地下就是玉须工 这老家伙猴经一个 除了跟我的解杀苍狼的经过外 估计是惦记上 我带回来的两颗狼牙了 楚风自语 在路上 他跟黄牛联系 询问狼王身上的那些血肉 骨头 獠牙到底价值几何 一会儿好应对 黄牛告知 瘦王血可以让人进化 但同样有后遗症 跟吃一果道理相同 至于狼骨 獠牙等 现阶段对于人类来说的 却算是稀有才智 楚风醋眉 心中有数 他决定 将自己该得到的报酬 都换成一土 怎么也能收集到足够多吧 让石河中的那颗血白饱满的种子 再次生根发芽 这才是根本 楚风在渴望 想来一次大的突破 玉须工 这一次你做得很好 玉须工不会吝啬 除了送你提炼出来的 王血精华药剂外 你还可以去挑选古武秘籍 另外上面决定重点培养你 老头子路通笑咪咪 上来就是好 表达慷慨大方 来点实际的 楚风说道 路通瞪眼 道 这还不实际 提炼王血精华 需要多长时间 楚风随口问道 他打定主意 准备拿到黑市上去换一土 怎么也得几个月时间 路通皱眉道 虽然摸索得差不多了 但是提纯并去除有害物质 再跟其他稀有矿物混合 放大药效 都需要时间 太慢了 楚风摇头 其实我建议 你少福寿王血雨一果 应该更侧重于其他 比如花粉 路通忽然这么说道 这让楚风心中一动 路通也知道这等秘密 难得这个老头子良心不错 居然肯这么告诫他 为什么 楚风洋装不知 玉须公 八锦公 毕游公的三位绝顶强者 在一起时曾谈及过 花粉促进人体进化 效果最佳 其他都有一些后遗症 当然 对于世人来说 这辈子也可能体会不到 那种后遗症 只有几个别人 到了很恐怖的高深境界 或许才有所觉 我看你潜力非凡 忍不住多嘴 希望你日后 能踏上一条稳健的大路 多谢 楚风郑重地表示谢意 你那两根狼牙 留在手里也没用 要不交给那些实验室处理吧 楚风瞥了他一眼 道 我说 老头子你还真现实 故意慷慨大方 而后又告诉我 所谓的隐秘 其实就是为了 这两根狼牙吧 唉 你是不知道 现在处境有多艰难 各种东西都稀缺啊 路通探道 这样吧 狼牙我可以给你们 但作为交换 我想要一些意图 楚风提出要求 路通惊讶 道 你要那东西 有什么用 栽花种草 别瞎说 楚风道 你不是说花粉最细针吗 我想自己养一些起草 栽在院子中 路通雨重心长 道 除了野生的外 从来没有人自己培育成功过 他坦言 各大实验室都在尝试 但都失败了 楚风坚持 道 我不信邪 准备多收集意图 埋进去各种植物的种子 说不定就有一株可以一变 路通做出为难之色 道 意图很稀有 非常昂贵 各大实验室虽然都失败了 但依旧在切而不舍 市面上没有多少意图可以交换 老头 你这分明是想压价 如果论稀少 有我的两颗狼牙更罕见吗 楚风说道 显然 两人在讨价还价 你想要多少分意图 路通问道 100公斤吧 楚风估计 即便那颗雪白饱满的种子 对意图需求量再大 100公斤也足够了 路通听到后手一抖 茶杯差点摔落在地上 师生道 小子 你没发烧吧 一份意图可以让一株植物一变 你知道它的量是多少吗 只有指甲盖那么大 它掰着手指头 跟楚风算账 道 100公斤意图 大概计算一下的话 最起码也得几万份意图 你让我上哪里去找 我最多能帮你找到几百份意图 也就一公斤多 太少了 楚风摇头 不少了 路通又要跟他算账 楚风说道 我也跟你算一笔账 你知道那两颗狼牙多重吗 加在一起有一百公斤 你让我拿两颗稀有的瘦王牙齿 跟你换一公斤土 话不能这么说 那是一土 不是普通的土 路通争辩 那不换了 楚风起身 等一等 路通赶紧拦住他 咬着曹牙 道 除了我们玉须宫外 我再去八井宫 必由宫走上一圈 再跟一些实验室联系下 加起来 估计能帮你找到四公斤的意图 楚风看着他 估摸着 这或许是路通的极限了 同时 他默默思索 上一次种子发芽 需要大半个拳头 那么大的一块意图 这次四公斤的话 已经很多了 应该能支持他生长了吧 好 成交 在楚风看来 狼牙再怎么珍贵 也没法跟那颗种子相提并论 只要他能再次发芽 一切就都值了 同时 他又马上补充道 不过 你得帮我用狼牙摸一些手串 坠屎 那是答应送我父母的 你这败家子 路通想揍他 路通早已得到禀告 知道两根獠牙非同一般 有再生之力 值得实验室研究 他转身离去 但不久后就回来了 告诉楚风意图凑齐了 楚风接过来一看 果然足有四公斤 历史觉得上当了 被老家伙忽悠了 这不是极限 肯定还能找到一些 这应该仅是玉须工的收藏 老头子 还能再找一些吧 没有了 都掏空了 路通使劲摇头 楚风发现 袋子里有些异土十分特别 足有成年人 大半个拳头那么大 光这些加在一起 就快四公斤了 他暗暗则舌 大块的异土 绝对是奇异小数 曾扎根过的 可以想象 玉须工的底蕴多么深厚 路通摇头 老 别乱猜测 有这么多大块的异土 不代表机缘都属于我们 有些是从寿王的 七居地带回来的 也只是收集到了异土而已 果实等跟我们无缘 楚风释然 随后 他问路通 风扇之地 如今到底怎样了 他对那个地方非常期待 毕竟是历朝历代 都要去祭天的地方 路通摇头 探道 大战太惨烈 可以说在天下 名山争夺战中 那里与昆仑山 绝对是最难争的两个地方 很快 他露出笑意 提到另外一件事 称人类的士气即将大震 不仅是因为楚风杀了苍狼王 还因为另外一处名山 即将被夺下 谁 这么厉害 楚风吃惊 路通透露 道 毕游宫的那位 当真是勇猛无比 将一位兽王差点打死 有效震慑住异类 在那里占据了绝对的主动 八景宫 玉须宫 毕游宫 在神话传说中 分别对应着老子 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 楚风神色古怪 如今三个异人组织 居然取这样的名字 还真是另类 同时 他也不得不心中惊异 毕游宫那位果然生猛 如今竟要攻下一座名山了 如果成功 必然要鼓起人类这边的士气 即便暴露也不用担心 我们这边士气即将大阵 有威慑性的力量 那些异类不敢太嚣张 楚风带着异土回家 心中很激动 将石河还有雪白种子 埋进四公斤的异土中 等待他再次生根发芽 次日 接连发生重大事件 都是爆炸性的消息 华山被异类攻下 有了霸主 那是一头通体金黄的大鸟 有人说 他由金雕进化而成 也有人说 他是鹏鸟 当日 他口吐人言 自称金翅大鹏王 在华山开宗立派 这件事震动天下 许多人都看到他的样子 通体金黄 体型巨大 跟神话传说中的鹏鸟一样 据传 金翅大鹏王战立惊人 有无敌之事 催枯拉朽 横扫了所有竞争者 他所立下的宗派 名字就叫华山 自这一日开始 华山派出世 我掌古法 有教无类 各族有缘者 皆可来聆听大道真意 金翅大鹏王口吐人言 让天下震惊 人们发现 无论是大灵寺的老园 还是蜀山建宫的白鹤 亦或是空铜山的山规 都是如此 有教无类 很快 大里尔海盼的点苍山 传来消息 一头神秘异兽崛起 战败各路兽王 占据点苍山 成为那里的霸主 当日 他口吐人言 宣告成立点苍派 这简直是爆炸性的消息 先后五座名山 被异类占据 且都成立了门派 大灵寺 蜀山建宫 空铜派 华山派 点苍派 都是异类开创的 玉须宫内 路通哑口无言 他才对楚风说 人类士气将要大震 结果第二日 就发生了这种事 还是同一日 昆仑传来消息 那里兽王争霸多日后 最终达成和解 共掌昆仑 各自占据一些山峰 至此 昆仑也几乎算是有主了 不过那里比较复杂 所有人都被震得发猛 天地一变后 初期的势力格局 算是定下了吗 直到傍晚 终于有一则好消息传来 让人们沉闷的情绪 得到释放 天大的消息 武当山被人类强者 攻占下来了 是太极拳一脉的高手 打下了武当山 消息传来时 国内震动 一下子沸腾了 据传 这是一位宗师 太极拳传承的素老 年龄高达百岁 全法出神入化 这位宗师在山中休养时 有幸服侍过奇异果实 寿元增加 且迅猛进化 导致他看起来 如同四十几岁一般 不仅强大了 也不再苍老 太极宗师打下武当山 提振士气 显然 他不是毕游宫那位 这是一个意外 超出很多人的预料 西年 他就是真正的全法宗师 进化后 实力不可想象 人们发现 如今共有七座名山被占据 隐约间像是七大门派 大零寺 蜀山建宫 华山派 空铜派 点仓派 昆仑 武当山 只有一地属于人类 有人探到 第0110章 爆炸时代 七大名山被占据 形成可怕的势力格局 国内外都震撼 这对人类来说 太具有冲击性了 从天地一变 开始到现在才多长时间 一切都不一样了 同人类以往的社会生活相比大变样 时代更迭 当有一天 人们回首凝视 这段岁月在历史上 究竟会有着怎样的特殊地位 一天内 各种爆炸性消息传开 无论是现实中 还是网络上 都已沸腾 居然有一头通体金黄的 金翅大鹏王出现世间 并在华山开宗立派 听起来就像是神话 我这是 回到史前了吗 大林寺的老园 蜀山建工的白鹤 空铜山的山龟 华山的金翅大鹏 都在昭途 有教无类 让人震撼莫名 这些消息引爆天下 人们很难想象 异类竟成为绝世高手 觉得太荒谬 但这就是现实 当有一天 飞禽走兽 拥有不下于人类的智慧 你自身要么选择适应 要么寻求改变 一位老生物学家叹息 各个领域 所有人都受到强烈的冲击 在接下来的两天 各地都无法宁静 这一次的事件影响 实在太大了 哪怕人们已经接受 天地一变的现实 众生平等 愿各族安然相处 大林寺 那头老园 站在千年古叉前 双手和十 如同得到圣僧般 这组照片与视讯 被人发了出来 已经有人类成为他的弟子 接着 蜀山建工的白鹤 华山的金翅大鹏王 空铜的山龟等 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 不管是真心还是另有目的 最起码 他们所统御的领地 相对来说都宁静了下来 让人们向往 其他区域的兽王还在争霸 难得有几片宛弱净土的地方 自然非常吸引人 再者 这些地方可是在收徒 去了的话 能学到神秘古法 让自身逐渐强大起来 怎能不让人动心 神秘人斩杀苍狼王 刺激鼓舞大兴 而经七大门派出现 让人们有了更直接的选择 可以败入山门 楚风你在哪呢 快过来商量一下 疯子 我跟你说 我想去鼠山 对剑仙太向往了 想不到世道变了 居有真有剑仙出事 就在这两日间 一些人陆续找上楚风 有发小 有高中死党 还有大学时代的好友 连这些人都不能静心了 楚风发呆 连身边都有人动心 想要远行 这实在让他吃惊 虽然说找他的主要是那几个活跃分子 但也足有说明 这次事件的影响 有多么的巨大 至于网上 早已讨论的热火朝天 我要去大陵寺 那里有千年古叉 有古法经文 更有举世无双的金刚菩提圣术 可以让人意变 除此之外 在古代时 那里就是天下第一武学圣地 有人发帖说道 净显激动之情 嵩山上原本有古叉 是佛门密土 如今更有一头 汇送古法经文的老园 并第一个立派 的确让许多人向往 我要去蜀山 学的剑仙法 一剑祭出 斩敌手于千里之外 水与争风 踏剑而行 纵横天地间 那是何等的逍遥自在 这个帖子的 讨论热度更惊人 剑仙 那是无数人心中的梦 对普通人来说 诱惑太大了 空铜山也不错 一头山规背负先天八卦 他自己都说 掌握有空铜古法 上古时期 皇帝都曾在那里问到 肯定非凡 有人发出这样的帖子 只是讨论热度没有那么高 相对来说 山规成为霸主的空铜派 梅大林寺 与蜀山建功吸引人 华山才是理想的武学圣地 你们可曾听闻 金翅大鹏王实力强悍无品 横扫那些兽王 以无敌之势攻下华山 你们这些人 都忘记武当山了吗 那才是人类强者 唯一占据的名山 必须要投奔那里啊 有人痛心疾首 呼吁应该前往武当山 败入太极传承之下 那才是适合人类的地方 不错 绝对应该前往武当山 众人纷纷响应 发帖支持 事实上 现实中 但凡距离那些名山进的 都已经开始动身 出现拜师大潮 而更多的人 则是羡慕 无可奈何 因为距离太遥远 根本赶不过去 也只有本地人 才能接近那些名山 玉须宫内 路通激动无比 口中喃喃自语 哦 终于打下来了 强势逼走那些兽王 真是太好了 两日前 他就曾告诉楚风 毕游宫的主人 即将攻下一座名山 必将提振人族士气 这一日终于到来 在这一日的中午 天下再次被 爆炸性的消息惊住了 人类绝世强者 毕游宫之主 强势登陵王乌山 击败各路兽王 险些当场杀死两头 成功占据这座名山 这引发巨大轰动 因为 最近这几日 许多人都已 渐渐有耳闻 八井宫 玉须宫 毕游宫 是国家成立的 三个一人组织 那是可跟神话中的 三位巨头相对应 今日 毕游宫的主人强势出手 杀伐果断 攻下王乌山 怎能不引发轰动 连国外的人都被惊呆了 王乌山 地位极其特殊 根据古籍记载 他在道家十大洞天中 排在第一位 超然无比 这是有选择性的进攻啊 人们意识到 毕游宫的主人 选择王乌山出手 一定是看中了 他特殊的神话背景 天下第一洞天啊 居然被攻下了 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人族强者终于出手了 玉须宫的主人 正在攻打风扇之地 剧文已经占据优势 早晚也会拿下 这样惊人的消息 的确无比激励人 震慑了天下一类 尤其想到 还有一个八井宫 多半也会打下一座名山 人们就更加喜悦了 激动起来 这样算下来的话 如果一切顺利 人类马上就会掌握 三四座名山 真是气吞万里 当日各地的异类都安分了 即便是兽王 还在争霸之地 也少有异类 在去骚扰人族七居地 早先不少人都心有惶恐 总在担忧 谁能想到 仅两日而已风云突变 人类似乎一下子 变得强势了起来 同样的事 在国外也有发生 比如 印度地区 一位古渔家大师进化 以无敌之势 成功收服一头兽王 坐镇一方 威震整片地狱 这两日楚风 听到了太多的消息 虽然心有波澜 但是生活却很平静 他见了发小 高中死党等 一起吃饭聊天 颇为悠闲 杜淮景 叶清柔 欧阳清 陈洛言几人回来了 在小居时 他们告诉楚风 两则惊人的消息 老大 那条密道的确存在 太逆天了 千里眼杜淮景说道 在欧洲穿过 某一迷雾峡谷后 可以直达属地 出口离云贵高原很近 楚风文言 一阵发呆 有这样一条秘密通道 将东西方贯穿 利用好的话不错 如果利用不好 会出大事 比如 正在西方肆虐的那头黑龙 万一沿着密道跑过来 情况肯定不妙 最近 那些兽王可没功夫 在西方图城 都疯狂了 在围困一个地方 叶清柔说道 告知另一件大事 哪里 楚风疑惑 西方最近的新闻报道 一直都在说 黑龙 双头犬王等 何等残暴 不断杀戮 一时间难以奈何 难道还有什么真相被隐瞒了 没有被报道出来 各大寿王齐聚范地纲 将那里包围了 几人告知 楚风文言 神色一致 这个地方来头确实大 那里究竟有什么 有一块圣药源 那块区域虽然不大 但是药香冲天 盛光普照 太恐怖了 就是不怎么爱说的 陈洛言都在惊叹 这是他们留在云贵高原 审问那些西欧艺人士 得到的消息 这么非凡 楚风心头震动 叶清柔点头 比你想象的还要惊人 范蒂冈虽然不大 但是无比可怕 各大寿王都攻不进去 全部受错了 为什么 在楚风惊异 那片圣药源中 有生物从土里长出来 散发神圣光辉 不可想象 陈洛言告知 他们刚得到这些消息时 都觉得荒谬 但是西欧的那些艺人发誓 绝对没有说谎 一切都是真的 好惊人啊 种子真的能长出活着的生物 楚风大受触动 就在当晚 楚风确信 几人所说的事是真的 因为黄牛 他们在昆仑山联系他 证实了这件事 楚风 干漂大的 去吗 黄牛邀他助阵 去哪里 楚风问道 大黑牛凑到屏幕前 刺着大白牙 道 我有一个结拜兄弟 最近跑到欧洲去了 正在跟一群同道围攻范蒂冈 小子 你虽然还很弱 但如果想来的话 我算你一个 来不 去做漂大的 楚风目瞪口呆 这头大黑牛 果然不是善类 结实的都是什么人啊 太凶残了 范蒂冈的事 居然有他的一位结拜兄弟 参与在当中 同时他也明白了 那边真缺人手 不然的话 怎么会喊上他 要知道 他现在还不能跟兽王比肩呢 我跟你说 那地方太惊人了 圣耀园啊 神圣花粉漫天 香气笼罩整片梵蒂冈 可惜被姐姐挡着 真要能杀进去的话 你直接就能突破 可以跟各路兽王平起平坐 知道吗 印度的白象王 蒙古的银狼王 还有昆仑山的一批老家伙 全都跑过去了 去晚了的话 什么都捞不到 嘿老大 我看还是算了吧 等我什么时候能突破 成为枷锁境界的高手 再去也不晚 楚风抵住诱惑 那么多老妖怪都跑去了 他过去的话 估计就是当炮灰的命 显然 范蒂冈不好攻破 不然的话 兽王还会呼朋唤友 早就独自杀进去了 他并不看好那里 而且 楚风还劝他们 道 黄牛 黑老大 风扇之地的大绝 战快到了 你们有兴趣过来助阵吗 比去范蒂冈冒险墙 大黑牛倒吸冷气 道 风扇之地 那是绞肉场 更适合人类 不适合我等 而且 不会比范蒂冈更安全 我不去 最后 黄牛告诉楚风 各自行动 他们先去西方 他在东方 然后若都能成为兽王 就出海走上一趟 去海里 是 海中有些好东西 开始要逐步地出事了 到时候杀过去 碰碰运气 当视讯结束后 楚风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这几日间 发生了太多的事 都极其惊人 这简直是一个消息爆炸的时代 任何一件事都是轰动性的 楚风 我们的电影要上了 名字初步定为牛魔大胜 虽然有些竞争对手 但不足为虑 周一天告诉楚风 电影要上了 用以激励现在人们的斗志 楚风文言 一阵傻眼 怎么就通过审核了呢 他被雷的外交里嫩 最怕这部片子出来 直接犯愁了 很快 又有人找他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他无精打采地接通 道 哪位 通讯器另一端 传来一个很好听的声音 笑着和他打招呼 竟然是江洛神 要请他吃饭 第0111章 结果最近身体不舒服 正在休养 楚风说道 江洛神靠在很高的椅背上 一双修长雪白的眉腿 有些肆无忌惮地 放在石木桌上 精致的面孔上神色略微一致 虽然受过最好的礼仪教育 但是私下里 他很随意 甚至略有叛逆 不然的话 也不会成为国民女神 最初 他的家人是比较反对的 不愿他抛头露面 很少有人拒绝他 尤其是他亲自联系 邀请一起吃个晚餐 从来就没有人拒绝过 我这里有一款新型生命药剂 要不要试一试 对各种疾病都有效 还能慢慢改善体质 江洛神声音平和 让人听着很舒服 他在进行最后的尝试 想尽快见到楚风 了解那个真相 不过 他坐在那里 实际上可没那么平和 雪白的大长腿 险些将桌上的一盆花给踢下去 被人婉拒后 还再次发出邀请 这可是头一遭 对于国民女神来说 真有点怀疑自己的魅力了 药剂没用 我得了一种怪病 只有意图才能缓解病痛 可惜费尽力气 寻到部分 已经快用完了 楚风说道 江洛神狐疑 那是什么病 他的美眸中有金光闪过 第一时间做出判断 那混账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他想也不想 直接开口道 这太简单了 我这里有一些意图 楚风其实只是随口一说 简单测试 根本就没有指望江洛神 能这么上路 楚风判断 这个厉害的女人 好奇心太强 肯定是想查个水落石出 弄明白 他究竟是不是杀沧郎王的人 他同意了 去也不担心会吃什么亏 那好 一会儿见 江洛神说了个地点 迅速挂断通讯器 而后他哼着歌 吩咐助力进来 找个精致漂亮的袋子 去收集一点沙子 半斤左右 不要多也不要少 接着 江洛神联系夏千语 告诉他现在去吃大餐 马上出来 夏千语顿时开心 一点也不见外 火速起身 杀向那个地点 临出门前 楚风又忍不住去看了一眼大花盆 那里可是足有四公斤的异土 但是雪白种子埋进去后 一直都没有发芽 他知道 异土的量 可能还是有些不足 他真会带去一些异土 楚风琢磨 而后摇头 那女人太精明了 目的明确 就是想确认她的身份 不可能真送出大理 霓虹闪耀 夜晚的顺天 完全就是一座 与时俱进的大都市 摩天大楼零次致笔 一幢又一幢充满现代气息 然而 在远处的城外 却有数十米长的猛禽在盘旋 在城中清晰可见 此外 还有洪荒大山 紧邻着巨城 一边是原始之地 一边是现代化大都市 反差实在有点大 那女人 楚风一抬头 在一块广告大屏幕上 看到一个女人 很妖艳 竟然是徐婉仪 天神生物凌家的儿媳妇 莫是崛起 那是一部电影的名字 这是在做宣传 其中就有徐婉仪 给了特写 十分妩媚 楚风对这个女人反感到极点 不仅要对付她 还派出一人针对她父母 如果不是她及时回到顺天 后果不堪设想 她还算是主演之一 楚风看了又看 末世崛起 即将上映 现在开始海量宣传 显然 这部片子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 因为跟目前的大环境契合 在影片中要展现激励人心的东西 哇 这个姐姐好漂亮 旁边 有个小男孩喊道 双眼发光 不好看 像是狐狸精 一个小女孩叫道 你说得太对了 楚风路过这里 顺手摸了摸小女孩的头 以示鼓励 随后 她在路上又看到大量的宣传海报 都是关于末世崛起的 有很多明星参演 阵容惊人 这让楚风相当的不自然 因为 她主演的牛魔大圣 也要上映了 居然跟这个可恶的女人对上 要知道 她对周以天 一点信心都没有 而参演的人 也都是非专业人士 现在 居然要跟仇人的片子对上 同期上映 这也太倒霉了 楚风相当的心虚 要是让那女人知道 岂不是要笑死 周以天你大眼 街上 根本就没有所谓 牛魔大圣的海报 一看就是宣传不到位 这就是周以天所说的 无惧那些竞争对手 快看 那边太有意思了 怎么了 非常特别的宣传海报出现了 楚风听到有人议论 也忍不住侧目 向不远处望去 当场惊讶 一般的海报 都是俊男靓女 非常吸引眼球 这幅海报完全不同 很有颠覆性 那是一个留着寸头 皮肤如同黄玉般的男子 跟英俊不沾边 容貌只算是中上 他压在一头野猪身上 这哥们太生猛了吧 想走美女与野兽的路线 不过 他是谁啊 看介绍啊 下面有字 看什么介绍 快看那边的大屏幕 有视讯 太恐怖 太激烈了 大屏幕上浮现一组画面 一头恐怖的野猪 直接将装甲车撞得四分五裂 蹄子踏裂大地 雪白的獠牙上挑着尸体 将许多艺人格杀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 人们惊悚 因为 大屏幕下方有字幕 写着 太行山大战现场实录 太恐怖了 许多人感觉几倍发寒 那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最后 画面一转 海报上那个短发男子出现了 只有一个镜头 他猛地翻身 将那头野猪压在身下 十分狂野 我怎么觉得有点窝啊 有人嘀咕 同意 怎么没有了 以这个画面结束 啥意思 我想知道后续 看啊 有一行字 人们观看 上面写着 这是真实发生的大战 青年男子为金字塔顶端的四大艺人之一 名为金刚 最后 还有一行字 写着 请为金刚点赞 那一天 他杀了很多异兽 这顿时引发轰动 金字塔顶端的四大艺人 人们比较熟悉的 只有银翅天神 现在金刚直接上海报了 引发巨大波澜 快上网 看响姐 怎么回事 网络上都在为金刚起初点赞呢 楚风无言 刚才他还觉得 牛魔大圣没什么宣传 现在发现 情况诡异 隐约间 他体会到一种 阴谋的味道 海报与大屏幕上 正面宣传金刚 而网络上则 有些变味 出现金刚奇珠 这样的引导文章 这该不会是周一天故意的吧 世道变了 四大艺人所具有的人气很恐怖 比所谓的大牌明星 只强不弱 在普通人看来 那是一人金字塔顶端的存在 金刚的出现 引发巨大轰动 尤其是 网络上出现了一个热词 金刚奇珠 仅是在路上这么短的时间内 楚风就发现 这个热词的搜索量 有些恐怖 在不断飙升 路上 很多人都在谈论 网络时代各种资讯 实在太发达 金刚的照片瞬间传开了 伴着这种热议 金刚参演的 牛魔大圣 也被人所知晓 我感觉这部电影有意思 一定要去看一看 必须啊 金字塔顶端的艺人 真身出演 而且据说都是实战 在现了太行山血战的 真实情况 肯定要去观看 所谓四大一人 金字塔顶端的存在 是以前在网络上 传播开来的 虽然人们已经知道 太极宗师 毕游宫的主人等更强 但依旧习惯 那么称呼金刚戟人 吃饭的地点 离楚风的居住地 不算很远 一路走过来 只花了十几分钟 楚风上楼 有人将他领到一个桌位 啊 这色狼怎么来了 夏千宇直接惊叫 你再诋毁我 今天晚上保准把你背走 带我家去 楚风淡定地对他说道 洛神 你说吃大餐 可没说请他 上次误会较深 今天我们背九名就院 江洛神微笑 他穿着长裙 将修长的身段 衬托得曲线起伏 被称为国民女神 他的身材与容貌 无可挑剔 在这一点上 哪怕是好闺蜜下千余 每次跟他坐在一起 都感觉压力太大 他虽然清纯动人 但的确没法跟江洛神比美艳 江洛神起身 拎着一个精美的布袋 看样子 是想递给楚风 他想让楚风伸手去接 看一看他的虎口伤 是否有伤痕 这才过去两三天 那么重的伤 不可能痊愈 他曾请教过多位专家 那些人一致认为 斩杀苍狼王的人虎口 崩裂得太严重 即便没有伤筋动骨 那种外伤 也得要养几日 事后想不留疤痕 不太可能 江洛神只是虚晃了一下 又将布袋放在了一旁 很自然地说道 里面是一土 你走时不要忘记戴上 因为 他发现楚风没有立时伸手 而他也不可能立刻交给对方 不然的话 里面都是沙子 会直接穿帮 上次 千语脾气不算太好 说起来 我们双方都有些错 江洛神说道 我哪有 夏千语不满 上次的是结果 就当重新开始认识一下吧 说着 江洛神微笑 红唇鲜艳 性感动人 他伸出手 像是真想从头认识 要跟楚风握手 事实上 他依旧只是 想看一下楚风的手 当看清后 应该是不会跟他握手的 楚风伸手 相当自然 江洛神略微发呆 猜测前然错误 那只手上 根本没有什么伤痕 他刚想收回手 找理由搪塞 楚风的手动作看着慢 但却已经抓住 他的修长的手指 道 上次的事就此结果 夏千语精仪 很直接 道 洛神 你不是从来不让色狼占便宜吗 这次都主动握手了 他担心了 怕好闺蜜玩火 按理说不可能 可是最近江洛神 总是让他联系楚风 他实在不解 楚风故意误导 道 我的手受伤了 哪怕夏千语小姐担心 我也没有占便宜的感觉 现在手指很麻木 是吗 江洛神的美眸露出一色 第一次觉得 他可能真的要揭开真相了 他很自然的没有松手 借握手之机 仔细看了又看 没有啊 直到这时他才注意到 楚风的手掌很晶莹 不比他的肤质差 跟受伤扒杆子都打不着 江洛神快速松开 他觉得这家伙太混账 又被调戏了 果然 他看到了楚风 嘴角快速脸去的一缕笑 楚先生 听说你和林诺一世大学同学 江洛神坐下后 这么问道 楚风知道 菩提基因调查他了 多半发现了很多蛛丝马迹 难怪他这么好奇 迫切想揭开他的身份 是的 楚风点头 这顿饭吃得很微妙 没有火药味 但也谈不上融洽 啊 洛神有人编排你 就在这时 夏千宇说道 他将通讯器递给江洛神 让他看新闻 网络上有人爆料 那是一张照片 背景是太行山白蛇岭 江洛神跟牛神王站在一起 笑颜如花 密切交谈 并配有文字 江洛神与牛神王不得不说的故事 敬请期待后续 下面一片评论 什么意思 我想起来了 以前王德晚报就爆出来过 题目是国民女神与牛神王 不得不说的三天两夜 原来还真有可能啊 看完这些 江洛神的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第0112章 将女神事发 下千语气氛 为好闺蜜鸣不平 啊 怎么能这样 这些人太坏了 洛神 一定要去告他们诽谤 旁边 楚风心虚 牛神王不就是他吗 同时他心中诅咒 周一天的这个王八蛋 将他也给编排进去了 到时候怎么收场 他有点想打人 你咬牙干吗 夏千语瞪他 楚风干笑 啊 这不是为江小姐抱打不平吗 这是谁干的 太坏了 有没有道德心啊 你会这么好心 夏千语狐疑 必须啊 楚风义正言辞 江洛神很少被人这么编排 什么叫不得不说的故事 尤其是很多人会第一时间 想到王德晚报的事 果然 他随意看了几眼 话题被转移了 并且王德晚报又跳了出来 在官网上再次开始大肆抹黑 江洛神再安排 这一次 王德晚报的标题更加可怕 惊世骇俗 此时 吃饭的包厢呢 就是江洛神再精明 再厉害 也气得差点把通讯器给丢出去 挺翘鼻子 鲜艳的红唇兼有气流在急速涌动 显然 他被气住了 呼吸都变粗了 他快速打开通讯器 跟人联系 道 李叔 王德晚报 为什么不能封掉 网络上一片沸腾 不少人在骂王德晚报 没有节操 但是也有人在分析 认为江洛神虽然不至于在安排 但跟牛神王肯定有些什么 江洛神在那里恨恨不已 突然铃声响起 楚风低头一看 手里的刀叉差差点坠落 在餐桌上 通讯器的屏幕上写着周一天三个字 他哪敢接 果断而迅速地拒绝接听 并且 他若无其事地说道 现在的骚扰电话越来越多了 不是卖保险的 就是卖美女的 你说什么呢 夏千语气鼓鼓 你难道没有接到过类似的骚扰电话 楚风淡定地看着他 夏千语气地想打人 瞪着一双清纯的大眼 道 果然是色狼 江洛神一个人在边上生气 没有理会两人斗嘴 好长时间才平静下来 楚风赞叹道 真不愧是国民女神 就是度量大 要是我早就去首次王德晚报了 紧接着 他狐疑道 对了 这家报纸什么来头 怎么总是盯着你 该不会是一个叫王德的人创办的吧 难道他追求过 你被拒绝了 楚风的八卦之火 熊熊燃烧 在这里刨根问底 吃你的饭 少说两句 夏千语不想让闺蜜再被气到 因为各种烦心事 已经够多了 江洛神的氧气功夫很到家 很快就平和了下来 而且又挂上了淡淡的微笑 他偏头看向楚风 道 你和林诺依关系不错 嗯 很好 楚风点头 他知道 对方调查得很彻底 瞒着也没什么用 夏千语吃惊 小嘴张成欧行 道 你真的认识林诺依 上次吃饭时 跟你联系的那个人 就是他本人 楚风没否认 道 早就说了 我没有隐瞒什么 是你成见太深 这 怎么可能 夏千语犯嘀咕 林诺依会跟这个色狼 有过一段往事 让他非常吃惊 江洛神看着楚风 银白翘脸 有金银光泽 双眼半瞟间 很是勾魂 魅力惊人 不过 他心中却有波澜 不像面上这样明媚 因为他有些狐疑 这个人身上的疑点太多了 到目前为止 从掌握的一些蛛丝马迹来看 楚风这个人极其不简单 该不会就是牛神王吧 他心中忽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 直接吓了自己一大跳 主要是这几日发生了一些大事件 都是爆炸性的消息 菩提基因对楚风的调查 因此中断了 不然的话 他一定可以判断出更多的东西 将所有最新发现都传给我 继续查楚风 吃饭期间 江洛神发了一条文字消息 吩咐相关的人 他越看楚风越是怀疑 到最后脸色都略微有些变了 因为 想到网络上有人编排 他与牛神王的事 什么三天两夜 什么安泰 如果牛神王真是楚风 那真是要气死他了 洛神 夏千宇叫道 并且快速向他发了一条文字消息 道 你可别玩火 该不会是 觉得他和和你的竞争对手 林诺依有过往事 觉得新鲜 你也想试试吧 别花痴 江洛神看到他发过来的话 想打他 真是要吐血了 怎么发花痴了 哪里玩火了 夏千宇不服气 道 还说没有 你刚才盯着他的脸看都没完 就说他还算俊了 但那么可恶 你至于吗 你可是江洛神 从来没有这样过 江洛神醒悟 刚才走神了 他在猜测楚风的身份 不免多看了几眼 但要说他有想法 那真是笑话 事实上 他真的颇有一股冲动 想找人把楚风给拿下 好好地审问一番 如果他 真是牛神王 那么非要揍他 最近这段时间 他不断被人编排 和牛神王有什么 而他却没有解释过 从未站出 太可恶了 同时 他也想到 如果楚风是牛神王 那么就真的有可能是 杀苍狼王的人 一切便都能串联起来 当想到这里 江洛神很吃惊 他越发期待后续的调查 想立刻知道他的真正身份 不过在餐桌前 江洛神表现得很自然 微笑着 看向夏千语 道 末日崛起 就要上映了 这可是你的处女作 提前助你火遍大江两岸 楚风也笑道 我在来的路上 看到很多宣传海报 有许多大牌明显助阵 对了 也看到你在海报上 未来的大明星 先恭喜了 夏千语很开心 他也期待这部大剧上映 同时 他不忘记打击楚风 道 你不是说 也是演员吗 主演了一部片子 什么时候上映啊 楚风一听 这个顿十年了 跟苍狼王大战都不怕 但就是担心 那部片子上映后 会引发各种糟糕后果 江洛神也笑得灿烂 非常娇艳 道 不会跟千语他们的 那部片子撞车了吧 那可就惨了 末日崛起 里面可都是大牌演员 明星阵容豪华 可谓神党杀神佛党是佛 其实 他哪里会相信 楚风真的出演了一部片子 完全是在调侃 偏偏楚风很认真地点头 哀声叹气 道 遇人不输 碰上一个破岛岛没死了 因为 他觉得藏着也没用 这部片子注定会上映 到时候 两人终究会看到他真身出演 两女笑得略有放肆 丝毫不注意形象 花枝招展 都非常的开心 娇艳的面孔上 满是灿烂 你们两个能不能有点同情心 楚风不满 说得好像你真的 拍了一部大剧 并且要上映了似的 夏千语打死也不信 这色狼参演了某部戏 为什么你们 总是不相信呢 算了 反正到时候 你们就会知道 等着看吧 楚风也算是豁出去了 爱咋地咋地吧 江洛神笑着问道 你主演的那部电影 名字叫什么 这 还不能说 楚风觉得真说出来后 估计今天晚上 没法从这里离开了 以江洛神的敏感 肯定能猜到更多 非跟他拼命不可 两女都笑了 根本不相信 但很快 他们就笑不出了 夏千语尖叫道 洛神 那家伙又编排你 天啊 他所说的敬请期待后续 竟然这么快 完全是想搞爆炸性新闻啊 江洛神听到后 花容失色 他实在是被那没节操的 王德晚报给吓到了 怕又出妖蛾子 他赶紧搜索 不是王德晚报 是早先爆料的那个人 但也很吓人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江洛神和他的白马王子 虽然题目不是很恶心人 没有王德晚报那么无下限 没节操 但还是让江洛神恼火不已 尤其是当看到里面的照片 以及大致的内容后 他真想摔碎通讯器 更想不顾形象地去打楚风一顿 照片的背景 是青云大厦88层 正是他们三人上次用餐的地方 画面中 一个年轻的男子 很酷 戴着太阳镜 捂着大口罩 跟两女在一起 至于两个女人都抛头露面 几乎没有掩饰身份 年轻的男子是楚风 另外两个丽人 则是江洛神与夏千语 前者跟蒙面大侠似的 别人认不出 后面两人的镜头很清晰 文章在引导节奏 说国民女神 为了这个男人不顾一切 不带太阳镜与口罩等遮挡自己 完全不在乎暴露 用情太深 当看完这段话后 江洛神哪怕再精明厉害 也差点气地抓狂 他的太阳镜与口罩 分明被抢走了好不好 胡说八道 故意带节奏 文中最后更是发出疑问 这个男子到底是谁 让国民女神如此痴情 不惜这样主动追求 他的身份一定很非凡 要挖掘出来 至于后面的网民留言与评论 则更是恐怖 天啊 反过来了 江洛神不隐藏自己 那男人反而需要藏起身份 太惊人了 我的女神你怎么能这样 太不矜持了 这就是江女神的白马王子 我看也就一般 还不如我 江女神 你眼光真差见 江洛神真要杀人了 眼中喷火 盯着楚风 险些就将餐具全都丢过去 不关我的事 我也是受害者 楚风教区 在那里推了个干干净净 这是绝对不能沾 最起码能现在能避则避 此时 他想找周一天去真人 PK 这王八蛋都没跟他商量一番 直接就扔出来这么猛的料 实在可恨 都是因为你 太可恶了 对了 爆料人该不会就是你吧 夏千宇交道 怎么可能 我人还在这里呢 再说了 我傻呀 还没结婚 现在就跟你们闹绯闻 名声坏掉 以后怎么找喜欢的姑娘 我也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 懂吗 楚风再次叫区 夏千宇听闻后 顿时气得不行 但马上又忍住了 因为他的通讯气响了 糟糕 是导演找我 肯定是因为这次的爆料事件 夏千宇心脏扑扑锯跳 很紧张 接通电话后 小声叫了句照道 果然 那面传来发脾气的声音 小夏你怎么回事 在末日崛起中 你可是以非常清纯的形象出场的 这是最大的亮点 戏份十足 再拉整布局的后腿啊 夏千宇下得不轻 还是江洛神镇定 结果通讯器跟赵导说 这没什么 简单几句就压制了他 江洛神动作迅速 快速联系人 想让人帮忙删帖 但发现这次不管用 被搪塞了 洛神 情况不妙啊 点子扎手 夏千宇帮忙分析 这些是一件接着一件 这是故意黑你呢 这是要制造爆炸性的消息啊 楚风眼观鼻 鼻管口 口观心 正经危坐 没敢发表什么意见 打死也要先摘出去自己 江洛神正在盯着他 美眸中带着杀气 虽然被称作国民女神 但现在真想像暴力女一样打人啊 突然 餐桌上 楚风的通讯器又响了 他一看又是周以天 脸都快绿了 赶紧挂断 啊 这些骚然电话太没节操了 一座住宅中 周以天狐疑 自语道 兄弟 我想跟你分享喜悦 你忙什么呢 为什么不接电话 现在的宣传效果太火爆了 对于楚风来说 哪里有什么喜悦 现在分明是惊悚 事情都快穿帮了 江洛神正在盯着他 神色不善 道 你怎么总是不接 迅速挂断